好 另外這高雄超商則是經不住強風的吹襲 整個門窗都被摧毀了 當時在裡面的員工還有顧客 見狀都嚇壞 躲在儲藏室裡面 向警方求援 旁邊的飯店大廳玻璃門 也差點被強風吹壞 飯店員工連忙上前押住玻璃門 阻擋強風 又家具賣場 因為承受不了這山土耳台風的強風 整個窗戶就被吹走了 山土耳台風登入高雄之後 帶來非常強勁的風雨 在漢乃飯店旁邊的這一間超商 門窗被整個吹壞 相當離譜 整間超商就像是被轟炸過一樣 門窗不見蹤影 貨架東倒西歪 天花板整個塌下來 誤解民眾說 當時他走進超商沒多久 突然一陣強風將門窗吹壞 他們當場嚇到 立刻跟著店員躲到後頭的儲藏室 後來在遠景的協助下 兩名店員跟三名顧客 才順利脫困 店家估計損失超過兩百萬 而旁邊的漢乃飯店 一樓大廳的玻璃門 也因為強風的關係 差點被吹破 民眾就募集 至少有五名員工合力壓著門 就怕強風將玻璃門打壞 而在飯店樓上的餐酒館就沒那麼幸運 雖然颱風天沒有營業 強風一度將玻璃門吹歪 風雨不停往裡頭灌 員工為了安全 連忙將玻璃門拆掉 用桌子擋住鐵卷門的空隙 避免風雨再往裡頭打 而另外在高雄一間家具賣場 上頭的玻璃窗被強風吹壞 強烈的風勢灌進來 連原本固定在樓頂的造型燈 也被強風吹得不斷搖晃 而民眾錄影的當下 也拍到旁邊的窗戶 竟然硬生生的就被強風吹走 相當誇張 也提醒民眾要特別注意 記者旅宗人高雄報導